从来没读过插图这么美的绘本 《我眼中的世界》 小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雷妖妈妈 今天呢为你们分享的故事 叫做《我眼中的世界》 睡膛是一个浴缸 鸟儿在里面扑伸翅膀 嬉戏打闹 淋漓酣畅 小溪是一串脚步 海洋从这里伸向远方 蜿蜒曲折 静静流淌 白晶是一位歌者 声音时而高靠嘹亮 时而婉转悠扬 河流是一段旅程 鱼儿是一位冒险家 直面贤祖迎南尔上 岩石是一座岛屿 青蛙是它的主人 等待宾客们的到访 叶子是一艘小船 甲虫乘着梦想 飘飘荡荡 扬帆远航 树干是一座桥梁 乌龟朝对岸爬去 仿佛一位老者 不慌不忙 桃地是一张睡床 小鹿伸顺懒腰 依偎在它温柔的臂膀 森林是一个大家庭 大树沐浴阳光 在光怀中茁壮成长 微风是一双翅膀 轻轻一吹 种子就飘向了远方 花丛是一场盛宴 蜜蜂做着最后的准备 菜籍花粉匆匆忙忙 树洞是一处躲猫猫的好地方 小松鼠可是高手 上蹿下跳 东躲西藏 花苞是一个小碗 取几滴露水 制成佳酿 给春姑娘尝尝 鸟巢是一个摇篮 夜幕降临 宝宝就进入了温柔的梦乡 树枝是一座驿站 猫头鹰在这里驻足 又展翅飞向远方 太阳是一团火焰 温暖明亮 给大地披上金黄的新装 天空是一片乐土 包罗万象 思想的鸟儿自由翱翔 月亮是一盏明灯 驱散夜晚的黑暗 照亮未来 指引方向 这里是我的家乡 一片孕育了生命和希望的土壤 好了小朋友们 我们今天这本绘本 它的画面非常的美 希望你们可以认真地 在这么美的环境当中 来感受我们的美丽家园 珍惜我们的美丽家园 我们下期的故事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